他们用强大的声波武器摧毁了我们的地比都市 而我们摧毁了他们许多地面和空间设施 你们人类观察到这场战争怀有极度的恐惧 他们将其书写到宗教神话中 原因是他们并不理解真正发生的事 在一些原始人的洞穴中存在一些绘画 其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先进的人类和飞行装置 但是你们的科学家根本就不理解 因为他们只发现了原始人的骨头 伊洛因作为第六第七次文明的神 告诉他们这是一场正邪对抗的战争 他们是正面而我们是邪恶 而这只是基于某种视角 在他们到来地球并进化你们族类前 这是我们的行星 以我的观点 这是我们为自己行星的权利而战 以你们的时间尺度来量衡 也就是4943年前 伊洛因出于不明原因再次离开了地球 我们发现他们大多数地面设施已被他们自己毁坏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因为我们很多历史学家称那天为胜利日 可事实是 直到今天的我们都不知道确切发生了什么事 伊洛因离开之后 人类开始走自己的路 你们的文明发展起来了 在那之后的未来几个世纪里 我们许多人和你们族类某些部落建立起接触 因为我们想让他们知道 我们并不是像伊洛因说的那样邪恶 从距今4900年到现在 有许多其他外星种族来到地球 其中一些外来种族用旧式教导 并在你们心智中设置编程 好让他们再一次扮演上帝的角色 但是伊洛因本身再也没有回来 伊洛因已经离开几千年了 我们的种族预感 他们会在不久的未来再次回来 当他们来到地球时 他们可能会再次终止 他们创造的第七次文明 也就是现在你们的文明 伊洛因离开的原因 我们种族并不知道 对于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也一无所知 你们今日的文明 不知道自己真实的起源与过去 也不知道你们真实的世界和宇宙 而且 你们对我们和我们的过去 更是知之甚少 对临近未来将要发生的事 也一无所知 我告诉你真相 是因为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 如果你依然不相信 我之前说过的任何事 那就认真记住这个吧 奥莱克问他 你为什么认为我不相信你 莱瑟塔说 我有种你不相信我的感觉 虽然我就坐在你面前 这两个小时里我告诉你的 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绝对事实 奥莱克问 那此刻有多少只外星种族 在地球上活动 莱瑟塔说 据我们所知的信息来说 大概有14只 11只是这个宇宙的 其他两只是从其他平行宇宙来的 还有一只非常先进 从一个非常不同的宇宙而来 别问我名字 因为对你们来说都无法发音 有八只甚至连我们也无法念得出来 大多数族类都特别先进 他们只是把你们当作动物研究 对你我都不产生危险 我们和其中一些一起工作 但是有三只是敌意的 他们与你们某些政府接触 以交换科技的方式来获取铜矿和其他重要物质 在交易中 你们某些政府甚至提供给他们自己的同胞 在近73年间 其中两只有敌意的外星人是冷战状态 而第三只看上去在这场无意的斗争中胜出了 我们预料不久的将来 你们会和他们之间有一场更火热的战争 并且我们担忧其进展 奥莱克问 那几个敌对的外星种族想要什么 莱瑟塔说 多种矿物质 包括为他们科技使用的铜 水或者说是水中的氢 这些都是先进融合过程的能量来源 以及空气中的某些化学元素 此外 有两族对你们的身体结构十分感兴趣 因为他们自己的基因结构是很劣质的 需要你们人类和动物完整无缺的基因 来修复他们自己的基因 但是他们无法真正修复缺陷 因为他们和你们的DNA并不完全匹配 我们族类的基因和他们完全不同 所以他们对我们没兴趣 但是他们试图在你们和他们之间 通过人工受精和人造子宫 制造更多相容的杂交 这也是他们诱拐你们的原因 即便是其他更先进的族类 也有可能做出这种行为 不过大多数外星种族 只是想研究你们的身体和心智 跟你们的物理身体相比 这是他们更感兴趣的地方 好比你们研究基本动物一样 像我之前说的 有三只外星人持有敌意 这意味着他们不关心你们的命运或生命 被他们诱拐的人很少生还 如果有人报道自己被诱拐的事件 我的看法是他们遇到侵略性的外星种族 或者实在是太幸运而逃生了 顺便说一句 高级文明的外星族类 有时也会采取你们的精卵 但却是出于其他的原因 虽然他们的态度对你们来说是友好的 至于那抱有敌意的三只外星族类 我们预计未来战争将会在这三只族类之间 或者是你们与他们其一或全体之间 为各种物质资源而发起战争 奥莱克问 那战争开始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莱瑟塔说 这很难回答 这取决于他们的策略 战争并不总是你们人类用起来表达最基本的意思 战争可以在很多层面展开 最有可能的是他们通过影响你们各国的政治领导人 然后发起内战 让你们自己破坏 你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系统 另一个可能性是用能够导致地震或火山爆发 天气灾害的先进武器系统 这些在你们看来还以为是自然造成的 之前我提到的同巨变而形成的特殊场域 就能够影响全球的天气 我想他们不会在人类文明衰弱之前 直接打击这个星球 即便你们有可能毁坏他们的飞行器 容我说 我们不能绝对确信未来真的会有一场热战 所以我不想过多说这个 奥莱克说 你说现在地球上只有14种外星人 但为什么目击者描述的外星人有那么多不同的诡异类型呢 莱瑟塔说 我想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像我之前所说的许多先进的外星种族有更先进的精神能力 只有一个外星种族完全没有这种能力 它们能随时出现在你们的心智和记忆中 诱发与它们长相完全无关的图像 你们把它们既作普通人类或小灰人或是什么极为怪异的东西 因为它们想让你们记住这些 或者有时候令你们彻底忘记遭遇的记忆 举个例子 有一天 你发现自己在一家医院里 几个医生为你在做检查 你没有察觉到任何奇怪的事情 直到你离开医院 发现街上并没有医院与自己进医院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怀疑这些记忆 实际上 你已经在它们的实验室中被检查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无法依赖头脑中的记忆去分析 因为它们会以不同形态出现在你们的记忆中 让你们觉得自己的记忆十分混乱 并且还会让记得事件的诱拐证人 或那些相信他们自己记忆的人 在公众中出丑 这就好像你来到警察局 说自己被外星人绑架过一样 有些人一直坚信自己的记忆 可当他告知大众时 得到的只是一色的眼神与嘲笑而已 根据我们种族得到的信息来看 现在只有十四只外星种族 在这个行星上 只有八只外星种族诱拐人类 此外 不是每个诱拐的事件都是真的 因为有可能这只是它们的想象或谎言 奥莱克说 那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 抵御心智控制的影响呢 莱瑟塔说 我不知道 我估计你们不能 因为你们的心智 就像一本打开的书 几乎拥有这种能力的外星族类 都能够对你们的心智进行读写 这都是伊洛因自己的部分罪迁 也许是伊洛因故意设置的 使你们没有真正的保护机制 如果你们意识到 有人试图操纵你们的头脑 你们只能聚焦在猜疑上 并试着分析你们的每个思绪和记忆 最重要的是 别闭上眼睛 这会发出一个不同形式的脑波 使得接入更加容易 别坐下或躺下休息 如果前几分钟里 你还保持清醒的话 你或许能试着过滤掉 脑中其他的思绪和脑波 失诱者要是几分钟内不成功 就会停止下来 因为继续下去会开始伤害 他们自己的大脑 抵抗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 并且有某种痛苦 所以别试着反抗 不过却是你们唯一能做到的可能性 你们只能和较弱的族类尝试 而不是较强的 奥莱克说 对于你和我所交谈的这些事情 你认为有人会相信 这次访谈是真实的吗 莱瑟塔说 我认为没有人会相信 但这对我的社会研究来说 这是一个有趣的实验 我们会在几个月后再见面 你可以告诉我在我的信息发布后 发生了什么 也许你们人类还有希望 奥莱克说 那这是访问的结尾 你想不想最后再说点什么 或者是其他信息 莱瑟塔说 睁开眼睛看吧 别仅是相信你们错误的历史 或者你们的科学家和政客 他们中有一些人知道 很多事情的真相 但是不像公众公开 以避免混乱和惊恐 我想你们人类族类 不像我们族类中的一些人 认为的那么糟 遭到遗憾的看到你们的灭亡 这就是我能说的 以开放的眼睛与心灵来看这个世界 你们就能看到 或者还是看不到 因为有一些人是很无知的 在第二次交谈中 奥莱克在前沿注视着一句话 他说 第二次会谈的主要问题 是通过我的朋友分享第一次访谈记录之后 而收集匿名读者对各个问题的观点与评价 总共超过14页 其中一些宗教性的评论含义 是想要与爬虫族建立接触 有些短语就像地狱的仆人或邪恶的族类出现 对于这种倾向的评论 在这里我不想过多描述 因为我不想进一步传递任何错误和激进的思想 还是那句话 虽然这些听起来就像是古怪的故事或妄想出来的 或者像一部廉价科幻小说一样 不过 我只能再次重申并向读者保证 所有的这些都不是虚构的 是真实发生的事件 我们正处于危险中 不要到最后 才察觉到为时已晚 这一份档案是真是假 对大家来说 感谢观看